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唯一正确的是 U23政策 即使这种能够明显降低联赛水平 同时带来年轻水货遍地 依然多少能够让各俱乐部的后备力量不至于荒废太多 但本着立竿见影风格的中国足球 从业者和媒体 总在渲染着一朝致命 一夜暴富的快速手段 从不关注时间消耗的问题 就如同说清训的人非常多 知道为方碑的人少之又少 更不用提个俱乐部的梯队联赛了 浩克所谓的 俱乐部矛盾 更像是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职员 还凭空要价 这样花费巨大 但收效早就低微的球员 还能够在球队中 才是神奇之处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